最近的最同修最后法 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 今天再借贡修这一次的姻缘 再来跟大家来学习 听说我们从下个星期开始 这个贡修要回到学校 所以从下个星期开始 我也借这个期间的贡修 想跟大家继续来讲 这个佛说阿弥陀经的大义 上一次讲了一半 想在这一次的姻缘 作为跟大家一种学习的心得 那这段时间我们共修 就是一个 做个简单跟大家 作为一个分享 今天呢 希望大家我们能够 不断地 来改过 我们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看法 错误的行为 源于造作 你能够不断地去改过自新 自我反省 自我反省 而祸不在造 这样能够羞耻啊 你才是一个真正 学佛之人 你才是真正一个 念佛之人 因为我们是凡夫嘛 所谓人非圣选 殊能无过 知道错 我们一定要懂得 怎么样去改过 这样修行才能够 获得佛法的利益 如果连这个道理 我们就不懂的话 不要说佛法的功德 连世间法 你就没办法得到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好处 在这个地方 今天我想借这个姻缘 作为一个简单 跟大家讲讲话 希望我们下个星期 能够跟大家来学习 这个佛说 阿弥陀经的大义 因为我们每个人 对这一部经 都非常的熟悉 但是内容最主要的 是讲什么呢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知道 当我们读这一部经的时候 我们才明白 佛对这一部经 内容所讲的 最主要性的 不但教我们念佛 它是教我们怎么修行 这个我们从下个星期 再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讲一讲一些 鼓励的互相来提醒 希望大家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报 批评 最近有一些人提供出来很多一些问题 他说 为什么在这个环境 生活啊 压力啊 烦恼啊 很辛苦 而且很多事情 为什么 没办法 一帆风数 心想事成 是什么原因呢 师父 是不是我们念佛 不过经济还是 念佛的佛号不过多 为什么 修行没办法 能够一帆风顺呢 其实啊 这个很多原因 很多原因 一定要把这个原因啊 把它找出来 要如何在这个生活里面 能够获得解脱自在 而且能够每一件事能够一帆风顺 那我们又该怎么修呢 这个就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的 我们这个环境呢 不是像西方级的世界那样 西方级的世界 每一件事情 我们大家都知道 都是一帆风顺的 这是心想事成的 而且你看 无量寿经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每一件事 无不是随心所欲 每一件事情 都是能够称心如意的 都是你能够 用自己 来主宰 你自己的命运 什么原因呢 也是很多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 五节 修行因地 发大愿 建立这个西方级的世界 而所感召来的 第一个原因都是因为 那边的世界 都是心清静的 跟我们这个苏佛世界是不一样 我们这个苏佛世界跟极乐世界的区别 最大就是 极乐世界是愿力而受感召来的 那我们这个苏佛世界 是什么感召来的呢 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业力嘛 业力在主宰我们的命运 所以随着这个业力 而去造业 所以跟我们这个苏佛世界是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心不清静而受感召来的 今天如果你心清静 哪一件事情不是一方风顺吗 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方风顺的 所以尊敬的 这些同修大德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界 就是因为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如果我们只是学佛 我修点福报将来来到这个世界 能够获得 生在一个好的环境 生在一个好的国家 或者一事无忧 或者身体健康 长寿 儿女孝顺 种种的 这种的福报 其他宗教能够做得到 今天释迦牟尼佛因为出现在这个世间 就是因为世间的宗教做不到 他才出现的 哪一件事情呢 就是这件事情 超越六道 吊生死出三界 而且最高的 最大的目标 就是成佛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 死方以及诸佛如来 出现在这个世间的目标 就是这个 那我们今天学佛的目标是什么呢 不是修福报的 就是要成佛的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 以死方诸佛如来 来到这个世间 就是这个目标 没有其他的目标了 那我们今天学佛的目标是什么 求佛博比 保佑 求发财 生光发财 一大堆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求 你不相信 你看看 人都到寺庙里面去 拿着香 烧着香 求着佛 去求什么 身体健康啊 升光发财啊 就去求这些的 他从来都不求 我的生命要怎么样开智慧 我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又怎么样能够 正得解脱自在 我要在这个生命里面 我又在这个生命里面 获得了生死 初三戒 很少人有求这样的 所以今天呢 尊敬的这个同修大德 我们今天你看 为什么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是不是 我们念佛或者不够精进 或者我们念佛的不够用功 是什么的原因呢 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很多 得力的人少 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是什么原因呢 所以在借这个音乐呢 我想来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金刚经里面的内容 一些主要的重要性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希望能够来帮助你们 我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念佛不能得力 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多 真正往生的人少 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原因出现在哪里 关键在哪里 所以我今天想借这个音缘 把这个金刚经的内容 有一些主要的核心 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念佛 特别这一生 想要往生西方净土的 那你不听就不行了 大家都知道金刚经 它的宗旨只有一个 就是消我们怎么样来突破 突破什么 突破我之 突破这个我之 让我们能够对于这个看佛方向 能够容易下手 念佛 你想一想 如果你对这个世间的一切万物 对一切的万物 任何一件事情 严重的执着 你想 你念佛能够得力吗 你念佛能够往生西方净土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虽然这一部经不是我们一般能学习的 但是有一些重要性的 我们可以拿来作为参考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金刚经里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就是 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问西菩提 如果有人善建家财 像横河沙那样的财富 就是说把他的家财 无量无边的 去做慈善 去布施 去供养 释迦牟尼佛问西菩提 这个功德大不大 西菩提告诉 释迦牟尼佛 莫大功德 就是说功德太常大 你想一想 把你的家产 无量无边的家产 去供养 去帮助一些贫穷 贫贱 种种的一些贫穷之人 去供养 去做慈善 西菩提告诉释迦牟尼佛 这个功德太大了 但是在这个里面的问话里面 释迦牟尼佛 又问西菩提 有一个功德比这个更大 你能够把一切众生 帮助这个众生开悟 能够把这些金刚经的 里面的所讲的精华 去为大家言说 去帮助一切众生 能够破米开悟 那这个功德比这个功德 大的不可适宜的 那金刚经里面的内容 释迦牟尼佛对西菩提怎么说呢 头一句是怎么讲 菩萨 他说菩萨 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则像 皆为菩萨 今天我们想一想 这一段里面大家都知道 能够突破这四项里面 佛法里面讲的就是正四国阿罗汉 就是等于你超越六道轮回了 你已经了生死出三句 你真正正得解脱自在 就好像今天 我们能够把这个进谱法门 念佛法门 来介绍给一切众生 然后做出一个自己的好样子 好榜样 来供养给一切众生 让众生对这个法门 能够深信不疑 将来用功 精进永满 量佛往生西方进入世界 那你的功德 比你刚才 你的财产 尽善的家财 供养去慈善 更大 为什么 你超越了吗 了生死了吗 那佛为什么要对西菩提 讲这一个呢 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今天念佛 为什么不能得理的 原因在哪里 因为有我是的存在 因为有我 你会产生严重的执着 对一切法 对一切物 对一切人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善境 顺境 逆境 善言恶言 无论好坏 六根接触六成 无论你看到什么样 眼睛所看到的 耳朵所听到的 你几乎都只有执着 所以我们修行难 难在这个地方 你没办法突破它呀 所以执着 所以执着也是一种烦恶 你看华言经里面所讲 释迦摩尼佛 成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得相 但有妄想分别执着 而不能争得 这个就是我们的障碍 你没办法突破 这个我持 你是没办法 看得破放得下 那如果我们俩这个世上 俩这个道理 看不破放不下 你说你念佛能够得利吗 得不到 你所遇到的就是你的障碍 你看到的就是你的障碍 你听到的就是你的障碍 所以为什么学佛不能得利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没办法突破它呀 你想一想 你今天你眼睛所看到的 有时候看到喜欢的 你会欢喜 看到讨厌的 你会不会讨厌 就是被这些外面的境界 天天而锁转的 你没办法把这个境界 而来锁转它 所以你生活会很辛苦 常常每一件事 让你一帆不风顺的 让你这个心里面活得很累 活得很辛苦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我的存在 因为我起了贪恋 因为我起了存活 因为这个我产生了计较 因为这个我产生了讨厌 因为这个我产生了欢喜 其实都是假的 哪一件事是你的 没有啊 不要说外面的身外之物 连你自己的身体也不是你的 你执着什么 有人说 师父 哎呀 这个生活环境不错 你看我是会认识一个 一个会长 你看哦 尽忠学会的会长 他会做会长 你讲一讲 说明什么 说明应该他对这个道理很深刻 但是你看 他曾经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这个 哎呀 太难了 很难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 释迦牟尼佛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讲得无尽的庄严 无尽的美好 确实真的 虽然我们没办法证明 但是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 所说的话 我很相信 莫名其妙 我真的很相信 但是 我对这个亲情我放不下 师父怎么办呢 这个道理啊 每个人都有的啦 这个亲情好 我也是有这种的经过 说实在的 真的很难 太难了 有些人对这个名利 因为我的存在 才会有自私自利 名文利啊 五一六成 种种的 他说你 我们今天如果没有把它吐破 你把它当作是我的 这个就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你一定要听我的 你不听我 你把你打入冷宫 然后有这样的事情 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观念 你不听我的 你听我的 然后有这样的事情 你讲一讲 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要修行到这样的环境 你说 好不好 很好啊 偶尔大师所讲的 静缘无好处 好处在你的心 关键在你的心 不在外面的这些 你的心解决了 你的心清静了 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方风顺的 每一件事情都是称心如意的 因为你突破了嘛 突破这个我像了嘛 突破这个我值了嘛 没有我的存在的障碍 没有我的存在的 你就活得非常的自在 所以我们现在没办法 靠什么 靠这句名号 但是这句名号 这么功德不可 所以为什么不能得力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你没有把他扑破 每一分每一秒 遇到每一件事情 都是非常严重的执着 所以种种的烦恼 辛苦 照页 没办法 去克服 就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的毛病 你们知不知道啊 如果今天你没有好好的反省 修正自己 这些东西会变成你最大的障碍 你一定要相信 佛所说的话 这个执着是一个障碍 这个执着是一种烦恼 所以我们为什么没办法 因为你们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吗 就好像我们 为什么今天往生的人少 因为你们要把 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搞清楚 如果你把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搞清楚 搞明白了 我告诉你啊 今天哪怕是有人跟你说 我拿了一千亿的 我告诉你 我让你享受 让你享尽这个荣华福贵 你不念佛了 你好好来享受 反正你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你不要到西方级的事情 你不要再修行 你好好享受 你不会被迷惑了 有人说啊 师父 我对钱 看不中 对啊 他只是那个钱的分量多少 可能一万你看不中 但是如果有人给你 一百亿你能不能看得中 心都不一样 那个心开始慢慢动摇了 动摇了 对不对 一百亿的奥币 你讲一讲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赚得到 心开始慢慢动摇了 人家来赞叹你几句话 你的心就开始动摇了 人家来批评你几句话 你就开始受不了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活得很辛苦 就是因为有这个我的存在 来作为我们的障碍 所以金刚金刚才 释迦牟尼佛告诉西福廷 若菩萨有我相 有人相 有众圣相 有素者相 皆是菩萨 非是菩萨 他不是 人家来到这个佛堂 看到佛像 庄严起了一个欢喜的心 看到一个不喜欢的人 你会起了一个讨厌的心 这样修行 我们怎么能够进步呢 所以一定要认真 去修行 去精进勇猛用功 你真的用功的话 把所有一切万法 当作啊 就是我们所讲的 凡所有想 皆是希望 若见诸相 非一相 则见如来啊 每一件事情都是假的 看到人家骂你 真的吗 看到人家在赞叹 你是真的吗 看到有人在批评 你是真的吗 看到有人在对你怎么样 是真的吗 那个就是希望的 没有一件事都是真的 你能够把这个道理 突破了 看脱了 掺脱了 你就溅入来了 如果今天你没有把这个道理 看脱了 你今天怎么念佛 你今天怎么读书 今天你怎么用功 你不会见性的 所以为什么金刚经 为什么现在学的人多 开悟的人少 不容易学啊 不容易学啊 但是不容易学不代表我们要懈怠 因为它里面的内容 都是帮助我们开智慧 帮助我们怎么样的突破 要如何看破 如何放下 如果没有这个大智慧 那我们念佛能不能放得下 那是不可能 你像你现在 在生活里面遇到一些境界 里面看到一些境界 你会被这个境界的锁转 容易锁转了 所以修行说容易容易啊 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啊 关键在你那个心 只要你用心去修 用心真的精进 没有一件事不成功了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 对西伏迪的劝导 也是对我们的劝导 这个执着你不突破的话 你没有把这个事情决绝了 念佛往生西方净土 最后会变成自己的障碍 而这个障碍啊 就是让你能够 这一生当中 无论 佛福萨在我们的旁边 主师大德在我们的旁边 我们是没办法成就的 所以你看那个高僧传啊 居士传里面 他们为什么会有成就 古人为什么 为什么修行这么快成就 他有一个优点 什么优点呢 你们知道吗 古人啊 我们为什么现在的人修行 为什么成就的人少 什么原因 它区别最大是什么 古人的优点就是一个 什么呢 老实 什么叫做老实 老实就是肯念啊 肯学 肯听话 这个就是老实 你看那些主师大的就是这样 你看海贤老王上 师父教他念一句阿弥陀佛 一生从来不改变的 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0多年 最后 预知是往生西方节的世界 现在那个像还在 你看 整个像还在 他也不认识字 他也不许讲经 也不懂的 什么些读经 一生从来没有读过半部经 但是他的成就 你讲一讲 我们呢 我们现在的学伙的心态不一样 不老实 是不是这个毛病啊 就是不老实嘛 像师父最近 厂长也是在从思考 真的 你想看高僧传 那个祭祀传 真的都是很老实的 我们现在的人学佛 突击木脚的那种 用一个侥幸的心态 这个是不行的 学佛一定要用你的真诚心 真诚心都是老实 恭敬心都是老实的 做到老实真的很不容易 肯念 肯修 肯学 而且最主要的 肯听话 这个 我们呢 现在很多人的毛病 就是在这个地方 又不老实 又不听话 这个 他真的很麻烦 所以 这个念佛不能得力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地方 哎呀 师父我好辛苦 每天念佛 但是烦恼照旧 怎么办呢 不老实 你看 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故事 因为讲到这个金刚经 这个 这个 这个故事 在1924年 在那个时候呢 轰动了整个 这个社会 引起这些 这些新闻日记啊 来报道这个问题 这种事情 1924年呢 有一位和尚 名叫巨型和尚 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故事啊 巨型和尚 有没有听过 就是 清朝末年的那个时候 光绪 皇帝 那个时候 清朝末年 皇帝 那个时候是光绪 33年 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故事 很精彩 如果大家能够这样做的话 那不得了 哇 那个真的不得了 那怎么讲呢 这个巨型和尚呢 他念佛念到什么程度呢 他往生是怎么样的 用他的念佛三昧真火 把他的弱身啊 把他的弱身啊 自化往生的 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那一天 那一天夜里啊 这个巨型和尚呢 用他的这个 这个念佛三昧真火 自化往生 啊 然后呢 这个 引起了 这个 这个道光啊 这个他的这个 这个 出现了这种道光冲天啊 然后引起这个地区的人啊 来看 哎 有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在山上 会有这个一道光 往这个天上去冲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日报 就昆明日报 记者 来报道这个问题 来看到这一幕 非常的赞叹 引起整个社会人士 来看到这一幕 最后 连 这个 虚人老和尚 也来拜访 来看到这一幕 那巨型和尚是谁呢 他为什么念佛 有这些能 这么大的成就呢 他的根基 是谁给他建立的 他为什么修行 有这么好的成就 这个故事啊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巨型和尚他的俗名啊 叫做阿边 因为啊 这个清朝末年啊 内忧外患 就是说整个国家家破人亡 苦不堪圆 民不了身 很多老百姓活得很辛苦 都没办法吃饭 很多都是 因为这些国家的问题 所以害了老百姓 活得很辛苦 那巨型和尚呢 在这个光系 33年的时候 因为他的家里的 本来是种地干活的 他是因为天灾的影响 没办法 所以啊 听到这个云南极株山 就是徐元老儿上啊 在招工 就是呢 听到这招工的时候呢 这个巨型和尚啊 他的名字叫阿边的时候呢 也来找这个工作 因为他家里上有老母 下有儿 有妻儿啊 有两个儿子啊 如果他不工作的话 他家里要吃什么了 所以做什么样的工作 他都能够干 刚好 原来几株山 徐元老儿上在招工 他去找这个工作 跟徐元老儿上祈求 能不能给他一份工作 因为家又有老母 又有家里的妻儿 如果不工作 我怎么办 后来呢 徐元老儿上留下 就给他工作 而他的工作是很出工的 很苦工 很辛苦的 吃肥啊 调 调粪啊 调水啊 砍柴啊 种地啊 做一些苦工 做得很辛苦的 但是阿变呢 他有一个好处 他在工作的时候 从来不讲话 人家跟他打招呼 他一来都不讲话的 所以很多人呢 就称呼他什么呢 称呼他是龙子 有人骂你 你是龙子 你会不会生气呢 突然间有人莫名其余 要骂你 你是龙啊 你会不会生气 这个大家自己能够解答 我不用给大家解答 大家自己最清楚的 但是呢 这个俱行和尚 这个阿变 他从来不计较这些 人家怎么称呼他 怎么讲他 一句话也不说 因为徐元老儿上跟他讲 女士人在工作 你可以一边念佛 还没想到有一天 这个徐元老儿上 要传见 天天听徐元老儿上 开始 后来啊 久到这个人生很苦 人生很苦啊 祈求呢 徐元老儿上 给他剔度出家 但是你要剔度出家 你一定要经过 你的家属的延续 因为那个时候呢 这个俱行和尚 在这个云南济书山 住了一个月 他的家属全部过来了 全部过来是因为 灾害 还有这些地基组 没办法 所以啊 一家人全部到这个 吉祖山里找这个 巨行和尚 巨行和尚啊 也不是把他招待过来的 后来啊 因为这个徐元老儿上的 慈悲 把他们收留 属于在后山 住下来的冒犯 但是因为经过的家属 家属已经统议他出家 他出家了 那出家呢 那世元老儿上除了教了他念佛 还教了一个道理 教他怎么去学习呢 大家要听好了 世元老儿上啊 告诉巨行和尚啊 你虽然是念佛 但是你一定要开悟 怎么开悟呢 你一定要把你的 我的心中突破 你的我值 才不会变成你的障碍 对一切处 一切死 一切人一切死 你能够不执着 徐元 那你的修行都很快地成就 你不要把自己 我当作是我 你也不是你 我也不是我 你这样的 修行你听得懂吗 宣老儿上问巨行和尚的时候 巨行和尚的时候 你听得懂吗 巨行和尚怎么说呢 他说我听得懂 今天我们看了金刚经 师父跟你讲了几句话 或是我们的老师 跟你讲了一万病 你听得懂吗 听不懂 真的说实在的 我们真的听不懂 巨行和尚 真的落实了 他的根基 虚言老师把他鉴定了 念佛 在修行 对这个我像 人像 众生像 硕者像 慢慢地从心中的我 去突破 没想到 成功了 有一天 他就是这样 就是用他的这个念佛 上面的真火 自化往生 那自化往生的时候 他全身都存在的 所拿着引擎 那是引擎 那个引擎没事 但是全身已经被这个 上面真火 已经自化了 当虚言老师 到这个现场的时候 看到这样的陷阱 对他非常的挣赞 世界上所有的法师 讲经的高声大德 都比不了你 当虚言老师告诉他 你该走了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整个人化为灰尘了 剩下这个引擎 想一想尊敬的 最童修大德 人家是怎么修行的呢 真的用手劈了 真的在用功啊 今天如果我们 能够这样做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了 我们能不能 我们行不行 在看个人 所以真的 具行和尚 他这个故事里面 虽然我们要全部 为大家说明 但是实在讲的 他真的 他看透了 他掺透了 人生之苦 人生之无常 事实的真相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对一切的万物 对一切的法 他不再自作了 一心一意 能念这句阿弥陀佛 一心一意 发愿求生西方 极乐世界 而最后 做了一个榜样 做了一个样子 做了一个 一个 一个 不可思议的功德 让大家能够看了 这一幕 没想到 度了好多好多的人 那今天我们想一想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问题 把你的我值的存在 慢慢的去克服 去突破的话 无论你怎么念佛 你只是跟阿弥陀佛 这一个善言 你还没真正入门 你还没真正入道 那我们该怎么修呢 从这个地方 你慢慢的下手 这个身体本来不是我的 所有的万物 也不是我的 一切人 一切我所看到 所听到 也不是我的 都是假的 你能够这样想的话 你那个心的清净 慢慢的出来了 你对一切的万物的执着 慢慢的看破了 你对这句名号的 念佛的功德利益 就慢慢会出现 这样念佛 你就会能够得利 这个就是我们里面 金刚经所讲的 凡所有相 居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这个就是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人生是假的 总有一天 有生必有死 没有一切万物都是我们的 总有一天 他会离开我们 你也带不走 一事好 你都带不走 能够许远 能够 从心地上里面 能够放得下 看得破 无论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看到哪些人欢喜 看到哪些人不欢喜 看到哪一个善缘 你不起了贪恋 看到哪一个恶缘 你不会去造业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不会 你能够把这个清净心照顾 那今天我们念佛 一定会得利 那这个得利最大的 就是能够将来 待业往生 往生西方级的事情 那这个今天呢 就是最简单 作为给大家一个报告 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真的 你要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真的 我们这个所有的东西 所得到的 没有一样都是我们的 没必要过于执着 虽远就好了 由我们来做 没有虽远 跟人家要结善缘 看到哪一个人欢喜 看到哪一件事 你要跟人家结善缘 不要跟人家结恶缘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 最主要的 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好好努力 能够念佛 能够学佛 也是一种幸福 因为学佛 是一种教义 教义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教什么 教你的心 因为我们的心 每一个心 都有病 这个病了 如果没有把它解决 那念佛是不会得利的 今天呢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个星期 再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佛说 阿弥陀经的答应 今天如果 讲了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也希望大家 留着吉祥 祝大家 发体安康 祝大家老实念佛 我们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